原警輸入車牌經由系統資料 故意查最近就擺在眼前 其實當場被警方要求拔牌 吃下罰單 別人違規我 說罰單讓受害車主很無奈 為造車牌全台流竄 警車前後 包夾要求白色賓市車主當場下車 新北市這名52歲蘇姓男子 因為酒駕被吊扣車牌 竟然買假車牌懸掛上路 假車牌路上爬爬躁 因為只要在臉書搜尋買車牌 傳訊息就能和賣家取得聯繫 一部偽造車牌客製化8000起跳 只需要付訂金500塊錢 還能貨到付款 6天後 抽商取貨 不過警方透過AI懸發系統 也能過濾出假車牌 鏡頭鎖定 影像傳出至AMPLICE系統 資料庫進行過濾 就能查出該車牌是否為失竊 髒車註銷車牌 還是民眾報案的邪詢車輛 台中警方展開為7個月禁牌專案 部分日夜加強取締 賣家販售假車牌 涉犯未造特種文書罪 而懸掛假車牌的車主 則是觸犯行駛未造文書罪 最高處10800元罰款 但最高值處一年 有期徒刑刑責不中 恐怕難以遏止 買賣假車牌犯刑 這次黃雲林市長 楊東牆 台中桃園 綜合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請問